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晨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2月2日,星期四 今天大致多雲,一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約23度,最低17度 吹禍換偏東風,風勢漸轉清淨 利岸間中吹強風 今天最高自外線指數大概6,強度屬於高 好,今天的新聞 有些真的挺貪真痴的 施益自殺的前女友 老公已經結婚了 走回去跟以前女朋友的舊居自殺 這件事我稍後會說佛的道理給你們聽 絕對是要珍惜生命 另外突發中港正式通關 2月6日開始 消息在各大媒體封傳 只剩下幾天 因為羅湖商業城的口岸全都收了通告 另外看到田裸車撞死人 不顧而去 被拖行20米 八十多歲 很可憐 屁股在馬路上 另外看到聖詩不聰明 因為聖詩跌了 今年有很多意外 上網看這麼多聖詩跌下去 是不是太久沒有聖 受傷就宋怨 另外屯門同黨為偶 六七個打個十多歲的年輕人 拍到光 在輕鐵旁 另外網戀 這個女生 跟那個絕症男 網戀 然後給錢給他醫絕症 沒有了一千萬 嘩 真厲害 沒見過人可以這樣賺了別人八位數字 真厲害 不是稱讚他 快點去拘捕他 詳細新聞內容 有些不太準確的確診數字 化驗所新冠確診 455宗 另外多五名患者離世 嘩 其餘的幾針幾針都沒有了 不斷消息 說說羅湖口岸2月6日起正式通關 配額及檢測 就是要2月7日取消 這樣就行了 那就可以了 等一等很快又上去可以玩了 因為很多人都擔心 其實是不是流來了 已經三年疫情了 待會說通通又不通 前年 對 前年十一二月已經說 什麼小通關 又什麼關 搞呀搞呀要拖一年 經濟那些已經是什麼 那你自己知道了 那這次我猜就不會朗來了 如果馬會開的盤 都是1.00001那種的 你現在不開有什麼搞呀 因為消息指 紀律部隊已經就位了 即是警察都已經各樣了 海關什麼都好 要回去開工了 港鐵入境處海關警方 晚上到羅湖站展開通關前的準備 有一個正式通告 應該這個不是傳 但是有些新聞可能賣得快 他說傳 傳 你現在不用了 每個人都說到十十十次 準備了 哎呀正呀 但是香港因為疫情的關係 幾年了 那些人都有很多問題 譬如有些食肆診所拒接受確診者 如果你有病就不要來治療 這個應該是來治療的 你確診不要進來吃飯 你貼一張紙 現在有機會說 或違反殘疾歧視條例 當然啦 這些想法 香港人就會有 我想說 有人把照片給我 說 五仔說這件事 有個年輕人在地鐵上 不戴口罩 每個人都戴是他不戴的 那你叫我說 我告訴你 我身處的城市 無論是日本 泰國 現在是吉隆坡 那他們 譬如平時有沒有人戴口罩 可能很多時候把照片拍出來是反過來的 可能拍到五仔一個戴口罩 其餘那些人全部不戴口罩 是的 即是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事情 經過這麼多年 其實大家的腦子都洗得很均勻 其實你裡面的免疫力 都要出來再活動活動 但是我因為我的聲音 要繼續工作 所以不能夠病 不能夠有喉嚨痛 傷風感冒 流鼻水 都會影響我呼吸 但是你香港以後有什麼事 其實你是 即使食肆近日表明不接收確診者堂 那些事情 其實就是香港現在遺留下來的問題 是的 你們自己研究一下 究竟 現在沒有隔離令 各樣的事情 應該怎樣呢 你們自己慢慢來 別人的國家城市也是慢慢來的 因為你現在說 他又跟你爭辯 那你自己人是這樣的 慢慢來慢慢來 醫學會說 那些私家醫生說不接收新冠患者 他說數目也不多 他希望確診病人諒解 怎麼諒解 大哥 在發燒 是的 你也是 為何醫者父母心 你覺得這是傳染病 大哥 你西醫 不是吧 你的牌子哪裏讀回來的 為何這樣 你有確診 你又說不醫人 還是你覺得不能醫 我沒有默沙冬 我沒有得醫你 還是你覺得不用醫 回家睡覺 喝水可以沒事 你說清楚 給別人聽才行 你怕什麼 還是你怕傳染到其他病人 在診所怕傳染 在地鐵就不怕傳染 你在地鐵坐車戴口罩 你進來診所又戴口罩 還是你怕傳染你 醫生 你真是 醫管局幫你監獄 大家諒解一下 讓他自己慢慢來 不是怎樣 在這樣的交界位 慢慢來 解禁 缺善後設施 各界有苦 自己知道 這是東方的A一頭條 大家自己可以看看 上網 另外再說一說 我搞事 灣仔反恐的宣傳車 見而即報 宣傳車竟然在樓後 撞了兩輛車 你這些是維持治安的 一部跨部門 反恐專責組 外判反恐宣傳車 自己沒有拉手 在樓後撞到別人的貨車 對不對 對 然後貨車司機 看到樓後追追追追追追什麼 撞了別人的七人車 撞了私家車 撞了兩輛車 人家私家車司機 手輕傷 幸好輕傷 不是你撞死人 真的 大造文章給別人 這些不好 自己 要有些首尾 另外 天天在說什麼 大麻二婚CBD 他說 納入危險藥物 咖啡店說失了特色飲品 食客說不能取締 THC不能取締 CBD其實你自己靜下來靜心也能靜下來 那些是鎮靜劑 他說不行 你有沒有試過觀照自己的呼吸 數自己的氣息 沒有 我們只是靠外來的東西 代替到 你試用牛榜浸完水 拿水來沖咖啡也行 但其實你問我CBD咖啡是很傻 因為咖啡因本身是氫粉劑 CBD本身是鎮靜劑 兩個只不過是打個和 其實如果CBD就這樣混水 可能比較好 如果說化學成份 但你說CBD在香港禁 危險藥物 鎮靜劑有多危險 這些專家才知道 其實各處鄉村各處來的 剛才說到口罩不口罩 你不要說CBD大麻這些事情 當然在世界有些部分的國家是合法的 就算我每天說新聞 那些電動滑板車 又拘捕你四宗罪 我現在在吉隆坡 我發現原來我們香港共享單車 原來在吉隆坡是共享電動滑板車的 所以說有些地方是犯法 有些地方是不犯法 那你跟他爭論你沒法爭論 他說你犯法就犯法 不打針進去堂食也犯法 曾經是不是 這些新聞我也不會討論 你看多一些世界各樣 有些地方可以選擇 你喜歡 你覺得哪個地方適合你 多一點 周圍看看 彈球真的有一個適合自己的地方 好了 說一下 我女人為何這麼傻 她幫一個未見過的網戀男友 醫癌症被人騙了 接近一千萬的積蓄 一鋪就清袋 嘩 阿姐 51歲了 上個月13日報案 他說原來這位男朋友 認識了一兩年 2021年認識的 9月14日至2022年7月26日期間 合共轉賬了964萬給人 嘩 真是成婦身家我們都沒有 他竟然把這些錢給一個素未謀面的人 你說捐給一個 捐給那個什麼 兒童癌病基金 我說你是偉大的 你捐給一個 跟你WhatsApp 有沒見過 就說是網戀男朋友 這樣 哦 還要說是身處波蘭的南韓工程師 你真是行 所以說 真的不要介意 我身邊有個朋友 我最近在拍拖 跟誰拍拖 是電郵 我認識了一個美國的水兵 這樣 她真的是一個失婚婦人 那些女人就是這樣的 有時候 她自己去到一個沒有情人的時候 或者是失婚的婦人 一寂寞 大哥 你拍拖找個真人 行不行 你見過正常 你又說 你都可以說自己 如果沒有見過被人騙一千萬 這不是很嚴重 而是很嚴重 很嚴重 說自己 那個人有末期肺癌 我需要器官移植 需要一千萬嗎 大哥 那個肺 你說那個肺要換肺嗎 嘩 這個女人 真的不行 因為其實已經過了錢給她 然後她看她爽快 打算一筆就算了 你這麼爽快 繼續跟你溝通 搞一搞一搞 過了一千萬 你有這麼多錢 被人騙 這女人真厲害 唉 真是情執 天下間的情執 是最大的執念 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故事 她說難忘以故的前度 前度自殺身亡 她已經結婚了 回到八鄉昔日的外巢 在私家車內自殺 凌晨2點 她說有人報警 她的朋友揭發 有個男人 就昏迷在私家車內 說好像是燒炭 燒炭就香了 她40歲 結婚了 消息指 這個男事主的前度女友 是幾個月前自殺 死了 她屈屈不歡 一直未能釋懷 現場八鄉上村 大嶺村 是男事主和前女友的同居住所 開車去到別人的愛囚外 以前的自己愛囚外 燒炭自殺 因為她老婆找不到老公 找她的朋友找她 最後在這個地方 她的朋友 找回死者的車 然後發現她死在裡面 於是就報警了 這樣 這裡真是多話說 你本身已經和別人在一起了 你結婚了 之前的女兒香了 你現在的女兒又怎樣 對不對 當時人都走了 你也說不到她 我不知道 只會說這些新聞 好像翁靜精 我經常看到鬼魂在我身邊 我最好 我告訴你 其實她也不會知道 她的中陰身 這樣搞法 其實這樣說 我不知道有些人 有什麼原因 是這樣跟別人走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跟到她 首先是不行的 因為自殺而言 你本身在綠度 人本身就很壞參半 善道 或者是惡道之間 但是你如果不珍惜你的生命 你會經歷很多課題 你本身這輩子已經有一個課題 可能就是情執 或者是要解開一些心結 但是呢 你自殺的時候 你轉世的生命 要經歷那個課題 就是珍惜生命 你會跌到什麼程度 有很多 你自己想也想到了 即是畜生道 湯豬 那些 湯雞 烏蠅 蚊 總之 就算做人 也不是好事 即是那些戰亂 流離失所 饑荒 各樣 因為本身 你有這個肉體 你不要珍惜 然後走去這樣 整件事是很嚴重的 千萬不要做這些事 太傻了 你說要跟著它一起去 不會的 真的不會黏在一起 就算是 大家都很慘 所以不要搞這些事 不然就很嚴重 另外昨天看到 香港有一顆綠色的衛星 五萬連一遇 很近地球 天文攝影師拍到飛月獅子山上空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綠色的衛星 真的厲害了 另外有一些很不吉利的車牌 竟然有人是 鏡頭 狗死一生 狗死一生 就是狗死一生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有人拍賣 不太魯禮 有人說 拿來 以讀公讀 公子這條很差的命格 你有錢去拍賣一個車牌 你本身是一個有車戶 你有多差的命格 以抗衡自己的較差的命格 真是 顛倒眾生 有什麼辦法 你說的也不明白 這麼容易說的也不明白 說說田裸車撞死了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伯 之後不故意去 涉案司機 凌晨被捕 說得出田裸車當然知道你的車牌 這麼多天眼 撞死人拖行二十米 走了 說到昨晚 下午6時36分 這個男司機 63歲駕駛田裸車 沿著沖美路西行 駛到長康村康庫樓的時候 撞到一個橫過馬路的八十多歲的老伯 意外後走了 老伯全身受傷 昏迷送去人際醫院 說晚上7時08分證實死亡 警方展開調查 說找到你的車了 知道你是誰了 就在剛才凌晨拘捕你 在柴灣區 是這樣的 很多宗罪 引致他人死亡 危險駕駛 弄死人 又不報警 就拘捕你 做人不要這樣 本身的罪未必會坐這麼多 現在就坐多一點了 你猜每個人都可以罰三千走下去嗎 你猜你是律師嗎 真的 有沒有看黃子畫那部電影 真的 先說說其他新聞 香港仔的士撞到客貨車城 的士撞到前後都爛了 的士大佬乘客都受傷 車爛得非常嚴重 今早6時25分而已 的士沿著香港仔海旁道 往華富川方向行駛 近如市場對開 撞到前面的客貨車 打橫地在路面上 的士爛得很嚴重 他說司機乘客都要送去醫院治理 但是車就很嚴重 幸好車頂一頂 要不然人這樣夾發 真的沒有了 玩完了 好 又說說 香港有很多毒品案 三天內兩宗 零售店暗渡毒倉 說什麼 假裝 假裝是便利店 今次這間叫KK便利店 好笑 這麼巧 香港的KK便利店 你知道嗎 原來在馬來西亞的便利店 真的叫KK 我馬上想到KK園區 現在這班傢伙在扮演 零售 但事實上是 製造那些茶葉袋外觀 用來混毒 販毒 起了你五千七百萬冰毒 茶葉袋 懂不懂 有聽過嗎 你不要以為這樣可以藝莊 大家這些東西已經黃了 已經是 是的 突擊搜查 看到這裡又是這樣的 這麼多冰毒 市值七千多萬 當場拘捕42歲本地南店員 他說現在兩宗加起來 起獲1.32億的冰 多多毒品 不只是這宗 還有 警察查旺角求職糾紛案 有人赤腳走出來 怎麼回事 他們是個導友 發現裡面的求職糾紛案 原來裡面是毒窟 抓了11個人 昨晚7點 阿加魯加一單位 求職期間與負責人發生爭執 離開的時候被阻止 禁錮他 警員到場 發現有人逃走 走什麼 然後在那裡截停他們 鞋子都不穿走出來 正不正常才行 當然 有人在太空 警方拘捕11人 包括主持人和在場的吸毒人士 原來是橫檔 這樣也有 因為被拘捕那些 有些沒有穿鞋 說裡面 有人非法禁錮之餘 還有一條吸食 或注射毒品 打了白粉針 注射 那些回不了頭 那些入血 要戒也很難戒 找耶穌吧 福音界讀 世界文明 用藥物也不行 耶穌能幫到你 真的 聽聽別人的見證分享 好 另外說 又有毒 四男女天水圍 住宅販毒 不是只是零售店 家裡也犯了一份 五萬元可卡恩 嘩 厲害 兩男兩女被捕 十七至二十三歲 很年輕的 這樣也有 團圓天那些 都是大件事 小朋友一起打架 本港治安惡化 新一代年輕人 聯群結黨 打架的事件 是貧生的 昨天有一條影片 風傳 至少七個同黨 當街唯偶一個小孩 只有十多歲 打到Bling Brown 看到那些片拍出來 二十二秒 一堆同黨 就蜂擁而上 毫不留守 不斷用腳踩頭 踩身 被人打到Black Jack Bling Brown 最後散散前 最後加上致命一擊 打機 全部抓他們 受害人報警 不用怕 那些廢物 又說 很怕被人尋受 我回到學 又會被人打 不用怕 那些年輕人不會回到學 全部都進去南童院 之後 踢出校 那些受害人 即是呼籲受害人 立即報警 踩到惡過古惑仔 不是不是吧 就是這樣說 你不要經常想 他們有人看 阿sir會跟你解決這些問題 放心 另外 紅磡藍屠人 誤踢報紙當前兜 和我東主大打出手 嘩 真是 不小心 你擺出爹 別人就這樣扔錢 免得碰到手 很多報紙檔都是這樣的 免得碰到錢的 很骯髒 放在那裡 走過後 踢踢別人的兜 就跌散別人的錢 然後展開罵箭 唉 說真的 這些位 不過兩個都年紀大 60歲的屠人和68歲的報紙當老闆 就踢掉我的兜 然後兩邊 就抹來抹去 然後就打起來 扔到這些 誰不適合 當然是屠人不適合 撞掉別人的錢兜 你幫人撿回 說對不起 不好意思 抱歉 抱歉 老闆不好意思 弄了紅箱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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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瓶飲 請你喝 會做人才出來 弄掉別人的兜 別人的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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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先走的 對不對 你弄掉別人的兜 你無論如何都不適合 但是有些人說 怎樣 人人有父母 何必什麼老母 然後就打起來了 你老母在那時候 也不見你這麼孝順 香港人是很有趣的 按過一句說話 按著一個按鈕 然後就打起來了 真的 真的 意和為貴 喂 連續幾天 有這個吃生蠔中毒 嗑嘔事件 有一家人叫 Trion Canton 在尖沙咀 吃肆 有人吃了蠔之後 感到不惜 是 連續很多單 這些 是不是法國生蠔 又是 這個新聞沒有說 不過說蠔好像不太好 近來有幾宗這樣的事件 大家自己的食物要注意安全 好 看到沙田和邪廣場 武師卜街 屍頭兩米高 就撞到地上 嘩 受傷 是不是太累了 很久沒有跟人開過年 現在 是啊 因為疫情的時候 連武師也不要 不要來 不要來 節省 現在每個人都說 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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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往那場 可能走得長數多 我的朋友搞武師都覺得很累 很累 這個 負責武師頭的那個 就是28歲的姓張的男子 他就 一上去的時候 一跌跌下來 後腦和手腳都受傷 送去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 這檔子就叫做 蔡里佛北姓王國勇龍師團 案件列作有人意外受傷 哎 真是辛苦了 你們知道嗎 其實武師頭最厲害的是誰呢 誰啊 打鼓那個嗎 當然不是 當然是師頭厲害 當然不是 後面那個嗎 後面那個很難做的 前面那個要跳上你的腳踩 後面那個是經常做重心的 前面那個是偉大的 但是師尾那個是最穩妥的 另外再說 有什麼新聞呢 是 這宗 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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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宗 廉署為承巴提供防貪的培訓 車長收乘客利是劃涉貪的 原來不可以收的 我真的不知道 利是也不可以收 他們做了培訓 他們知道就可以了 你不要亂對利是給司機 其實但是有防止賄賂 有什麼賄賂巴士司機呢 都是在我樓下那一站 不是吧 這個搞笑而已 總之每個人都不能亂收人的錢 要連結爹做人 巴士這件事也是笑話 巴士乘客睡覺 車長花式叫醒人 因為到了一站之後 依然是睡覺 巴士車長也拍了別人的影片 拍了別人的樣子好像不太好 他說 因為 有些報紙研究 香港超過六成打工仔 都是超過公時的問題 那些人很累 巴士睡覺 看到這些人 拍片叫醒人 他用什麼方法呢 挺好笑的 他說 乾坤一開 三七 氣流一轉 起 叫他整天起床 你一叫這些 他當然是起床 一起 他張開眼睛 整條片都很好笑 而且他會假裝一些教師 叫一叫 Good morning class 然後他就醒了 挺好笑的 他說巴士司機相當幽默 加灰鞋 他說每個人都看得很開心 因為車長要繼續用這些招數 那就是 比你 玩 不禮貌對待人 但是拍別人的影片 看到別人的樣子好像不太好 對不對 應該怎麼做呢 我自己也有試過拍醒人 去到那些尾站 整天睡覺的那些人 嗯 我也會 我也被人拍醒過 其實那些司機 都每天收拾不少這些 大家其實是眼睡的 因為其實在車上 車搖著搖著那種 叫做同頻的搖房 是會令人特別眼睡的 那個例子就是 你抱著寶寶在那裡搖 不是有那些睡覺床在那裡搖 你的巴士小巴那些 那些的士那些 乘車都有一種同頻的搖動 其實特別容易睡著覺 所以大家就是要 什麼 醒醒目目了 好 另外講一單健康資訊給你聽 30歲的男生 腎功能好像伯伯那樣 就說 因為他又 會引致到痛風 很年輕 我自己也有痛風 現在我相信 都應該未必那麼容易 因為我 除了介口之外 我還斷食 之前跟人說 十六八 我發覺我現在 只有二十個小時 不吃東西 只有四個小時 吃東西 我之前去泰國 那幾天 肥了一隻豬 我發覺是不行的 又沒有什麼運動 開始斷食 現在早上起來 有腹肌 真的厲害了 之前收起來了 被脂肪蓋住 不只是說 減肥各樣 因為你們現在香港人 或者全世界都好 飲食的文化是很咸的 極咸的 30歲的男生 已經開始腎功能退化了 接近60歲了 腎 患有痛風症 所以我其實一早知道 痛風的問題 除了嚴重影響到腎之外 當然你吃了一些飄零過高的食物 會有結晶體 但是最大的主要原因 都是腎有問題 腎過濾不了那些東西 本身你的人 是可以將那些東西消化 一就是過量 二就是功能的衰弱 令你有問題 所以叫人 要盡量減鹽 還有不要喝完啤酒 吃海鮮 最容易引致痛風 有些人說 喝過兩罐啤酒就是什麼 一喝就喝了很多 有幾樣東西 喝酒 吃海鮮 還有很多 喝那些死人果汁 加了那些人造果糖 各樣都很容易中招 我喝到膝蓋 我已經有做運動 但是因為你本身 那些糖分會容易令你身體發炎 你又喝得不夠水 因為你本身 如果你有飄零等 從水的尿酸 從尿中拔出來 所以叫人要補充足夠的水分 這樣就能夠減少尿酸的結石 還有 這個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關係 維持標準體重 我體重一直都這麼健康 但是肥的可能容易嚴重一些 但是我認識很多人 如果是瘦的 他也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本身有些人脂肪不大 但是裡面的物質 積在血裡 所以這些大家要注意一下 還有盡量避免 吃過量的蛋白質 內臟 還有曬乾的乾香菇 乾紫菜都要不要吃大量 避免含果糖類飲品 有些人說 我喝汽水的 我喝果汁會健康一點 省一點 喝水的健康 人們會說 多吃一條菜健康 那些人很好笑 吃飯 有一條菜健康一點 他說把檸檬放進去 不用擠出汁 放進去健康一點 上網看看健康資訊 說多也浪費氣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